歡迎收看天橋底下來play 我是謝麗文 即將上任台北市長柯文哲 決定要拆除中消息路專用道 這個專用道爭議多年 現在說要拆 卻已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認為需要配套 免得又是浪費公帑 今天我們會深入討論 這點話題已經放上 流電TV臉書粉絲團 請大家留下看法或是提問 我們在節目當中深入來分析討論 首先我們先來歡迎的是 今天參與討論的是 聯合報都會地方中心的記者高詩琴 詩琴您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討論之前我們就先來看這兩則新聞 準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決定要兌現了 他的選前承諾 要拆掉中消息路公車專用道 柯文哲說 後年2月本門高架橋就要拆掉 到時候整個交通動線會大調整 乾脆現在就把專用道處理掉 專業回答 反正交通局長報完 施政小者會討論再決定就好 八點不到趕忙進辦公室 聽取專案報告 中消息公車專用道 柯市府到底拆不拆 正反意見論述 兩小時後有了答案 討論的結果是 結論是拆掉 理由是因為105年的2月 整個北門高架橋還是要拆掉 與其一年後要處理 一年後還是要重整 那乾脆就提早一年 該處理的就先處理掉 柯文哲決定要拆 時間點越快越好 選在什麼時候夜深人靜更好 專交通局長鍾霍瑜也表示 上任百天內就會處理 當然是希望說越快越好 既然要動作就 展現一個新政府的效率 拆除的部分 應該在工程的作業上面是可以 所以會在100天內 不過中慧玉先前表態 自從有了中校西路 公車專用道車道縮減後 車流速度並沒有下降 拆了不見得比較好 但攸關科市長選前支票 是政治考量還是專業判斷 我想是在專業的 專業的數據上做政治上的判斷 所以今天不是為了拆哪個就拆哪個 我們拆哪個以後後面還有整個 北面高架想要拆掉以後的 整個重整的計畫 我也叫林青榮副市長 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這個 Picture 就是說這種全貌 向市民來公開 討論已久的公車專用道 終於拍板定案 新市府更同步成立火車站區 台北門戶計畫 台北市長郝龍斌表示 尊重柯文哲決定 也讓市民跟議會來檢驗 上任前一天 柯市府已經用速度兌現選前承諾 有內地的直播 劉宇軒 台北報導 即將上任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拍板決定要拆掉 中校西路專用道 已經有市議員提出不同的意見 北市議會交通委員會 召集人秦惠柱就說 柯文哲應該要先就拆除計畫 到議會進行專案報告 並免浪費公帑 拆不拆專用道 並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中校西路 台北車站正前方 一整排公車專用道 柯文哲下令拆 柯文哲決定一上任 就要把中校西路的 公車專用道拆除 不過現在議員也有意見 因為就算要拆 也得先經過議會同意 我們今年審定的預算書 並沒有一筆錢 可以去拆除中校西路 所以我不知道他去找什麼錢 來做這個拆除的工作 市長不是皇帝 議會審查完的預算 做好的建設 不是市長一個人說拆就拆 北市議會交通委員會召集人 請會出強調 柯文哲應該先到議會專案報告 才符合程序 民間黨議員則是挺柯P到底 這裡交通事故頻繁 十大一造勢的公車路線 台北車站就包辦了六條線 那尖峰時期會有4000多台公車 同時在這邊停站靠站 公車專用道用不到就先拆掉 就因為交通常打結 中校西路北車前一大段 全都要重新設計 北門高架橋預計105年2月要拆除 而連下來的公車專用道 卻要在柯P上任100天內先拆掉 惹來沒有整體規劃的之一 應該加減有影響吧 對 可是如果未來還要的話 那應該就不用拆了吧 它這樣一個大小剛好佔有一個車道 如果說少了這個的話 是不是車道會比較快一點 那是不是就是大家會有多一個車道可以跑 民眾意見也不同 有人叫好快快拆 有人則擔心沒有全面設計 只搶快可能浪費公帑 不希望市政本該長遠的規劃拼速度 只為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郵件TV張宿民主持於台北報導 好 真的是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要請教私情的是 剛剛我們在新聞裡看到 有很多民眾認為說 好像如果以後還是要用的話 是不是就不應該拆 那麼拆掉當然也很好 因為可能會讓中小溪路的交通 更順暢一點 我們就先來看 今天把這個題目放上了臉書 網友是怎麼看的呢 那麼的確有很多的網友 針對這樣的一個議題來留言 那麼首先就會有認為說 到時候一定還會再蓋 那麼因為有需要 還有人會說拆對交通膨色 其實沒有多大的幫助 是公車的停靠量太大 才造成膨色 應該要對症下藥 那麼另外有人會說 這個拆也是要花錢啊 可能要用數據來說服我們 到底你為什麼要拆 然後拆了中又有什麼好處 那麼現在也有人會說 這個哪一條路不塞呢 就是看起來好像都會要塞 如果配合未來北門那邊的工程 可能2022年之後還要再見 那麼看起來這個網友還蠻了解 現在目前的台北市的未來的 一個交通的發展 那麼也有人就是呼籲 周全考量不要重蹈覆測 那麼拆也要錢啊 那是不是也要考慮 是不是浪費公帑 我記得就先提到詩琴 現在到底我們說柯文哲 他用專業的數據 做一個政治的考量 到底是有哪些考量呢 其實簡單就是說 其實整個在這個決策過程中 柯文哲他其實一直都 傳輸一種說他的主張要拆 而且他也拋輸過這其實就是一個 政治議題 這其實已經不是交通議題了 為什麼其實有兩個就是說 因為他選起來一直把這個 當作他的證件 因為其實很多人開車到那邊 都會覺得很塞車 我覺得柯文哲他可能以前也塞過 所以他對那是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然後他大概在任何跑票場 例如廟會 演講什麼 就會炮轟一次中校系 大概講的真的有100遍以上 所以當他講100遍以上 然後當連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幫他站台時 都也講到說這個中校系做得爛的時候 他如果最後決定不猜的時候 他要什麼去面對那個 自我圓這個過程的壓力 這是他的政治考量 不過我們來看 今天有網友 剛剛我現在看到有一篇留言 他寫說這個 中慧玉就是我們準交通的局長 那麼他提到說從資料來看 中校系路公車專用道縮減之後 車道其實這個車流速度並沒有下降 服務沒有降低 不過他也可以感受到說 民眾反彈的聲音 因為他自己也曾經以後 為什麼要做這個專用道 那麼他也會覺得說 這個因為你當初花了三千多萬去蓋 你猜也是要錢 要先評估是不是有不好的影響 那麼就會有人說 現在是上那一百天 就換給大家民眾一個 就是看到我們把這個東西拆了 會不會又是自己說話 有自打嘴巴的狀況 其實中慧玉 他原本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交通幕 因為他原本在民間交通顧問公司服務 所以他其實講話 一開始有人會覺得他講太快 因為他當初那個第二波小那個名單曝光時 大家就問他對忠孝先生的看法 他就說就講剛剛那些話 然後就馬上就有科辦幕僚覺得說 你講這些話跟柯文哲的想法不一樣 你真的也太敢講 會不會講太快了呢 可是因為他本來就是交通專需 所以他就覺得說 why not 為什麼不能講 可是這幾天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真的是勢膽力薄 就他的這樣的聲音是少數的 所以他最後也是做了一個妥協 就是說到今天這樣拆除的決定 所以我們可以說政治考量比較多嗎 如果是這個情況看起來 我個人認為是政治考量居多 因為所有的 你幾乎很少看到台面上的交通學者 出來說猜得好 對 不過看起來我們就回顧一下 我們大家說很多民眾抱怨 中校系路因為蓋了一個專用道 蓋了又沒有用 感覺就很礙眼 那麼事實上是從2006年開始 到現在爭議就很多 那麼回顧到現在 這個歷經的 我們說這次科文是第三任的市長 那麼中間的過程這個爭議 可以幫我們回顧一下嗎 可以 像其實就是說 他當初要蓋的時候 是95年蓋好 可是當然一件事是 大概在88年就開始做規劃 所以很久 因為那時候其實台北交通很軟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監獄 所以那時候大家想說 很多人搭公社 那要不要做公社的專用道 這樣可以整理那個秩序 可是那時候 他比較尷尬的是說 他原本是這個 專用道是從中校東路 中校系路一整條蓋好 可是後來蓋到一半的時候 就螺絲幅路那時候剛起用 所以大家不適應 大家就開始抱怨說 那個馬路上空間變小了 這樣很難開車什麼什麼的 所以這個就被迫喊咖了 然後就變成說 只剩下中校管前路 到中山路這一端 就火車站前 那其實他會讓大家 這麼覺得 礙眼的地方就在於說 第一個他名不正言不順 就他是專用道政策 可是公社不能走 第二個就是說月台在那邊 理論上是乘客要去等車 可是又沒人等 然後所以基本上 就是很多學者會說什麼 那個道路太很寬緩 那個其實有炒話什麼分流的效果 基本上這種話 民眾是聽不進去的 因為他們只覺得說 你這個就是專用道 你又沒來就專用道 所以他們覺得 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對 那麼過去的市長 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OK 我們現在從馬190開始看 因為這其實就是馬市長總統 辭任市長任內的一個建設 那他那時候其實 羅斯福路爭議 也是在任命的時候發生的 那他那時候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他先去 他那時候已經蓋了 可是蓋了之後他就 羅斯福路的爭議又出來了 所以他就先去做問決調查 調查說這個支持度好不好什麼的 那他做了一個調查之後 大概了解這個學問之後 他就 最後就決定了一個決策 就是說就只蓋管前路到中山路這一段 對 那比較有點小尷尬的是那個好龍斌市長 因為好龍斌市長就接任了 那他其實又不是他人內蓋的 那你就變成說好像沒人喜歡的一個政策 然後所以他其實也 就他今天在臉書上說的 他其實也動了三次想要拆掉他的念頭 可是就是會有很多專業的幕僚 我剛剛說這個也許未來還能用 對 然後這個設施還有價值 那你要不要保留 對 所以他那時候做了一個決策 就是說 我不猜 可是我也不用 所以我就讓他在那邊 這樣子 就這樣放著對不對 就這樣放著 因為他可能也覺得說 用人要怎麼用 因為他就是才一小段而已 一小段的話用人能發揮效果嗎 他可能對這些有存疑 所以他就在那邊放著 那像柯市長他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他選前有一些承諾 那他肯定有一線的壓力 所以他在所謂的專業數據跟政治判斷下 他今天做了這個拆除的決定 對 他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恐怕也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剛剛新聞也看到 議會已經說了 你至少要來跟我們報告吧 跟我們講說你到底什麼方案 免得你一個人講說要拆到時候 沒有做好配套 是不是的確有這些考量呢 一定會有的 其實議會有這樣的聲音 也很好理解 因為議會本身就是監督的角色 他會覺得說 你現在來拆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過去都沒有好好監督嗎 所以議會說我們都是 就是共犯結構都混的嗎這樣子 可是回到配套這個來看的話 因為其實今天客人在講 一個很有意思的話 他就說未來還是要蓋回去 那可是蓋回去的話 何必又要拆呢 這會有一個還蠻較為的想法 對 所以今天大家有問說 那你覺得這錢有必要嗎 你拆了又要蓋 蓋了又要拆 就是有這必要嗎 那他就一直強調說 他未來的專業道 會跟現場長的不一樣 所以他一直說 反正我專業道都要跟現場長不一樣 那我未來也是要蓋的話也是要拆 所以說這個錢是一定要花的 所以他為了避免外界認為說 他是有浪費預算的險 所以他一直強調說專業道長不一樣 但至於會長多麼不一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不過所謂的配套 目前可以知道的是說 到底中上溪路車周邊的規劃 可能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因為現在其實真的來講蠻亂的 第一個說他那邊很多路口 其實是不只十字路口這麼簡單 就很多多項路口 然後再來說他就是 還有那個中校橋引道的問題 那未來就是像他所看到這個 就是北門高架牆的這個引道 未來會拆掉 那未來拆掉之後 原本就是市政府的規劃是說 中校溪路那個轉右道 會跟中華路的轉右道連在一起 所以公車這樣轉過去 就可以很順的轉過去 可是現在未來就是說 他們像要拆掉了 所以他們未來這個計畫怎麼做 不然現在就柯文的團隊還沒有定案 所以他就說他會行這個準副市長 進期內趕快公佈 那計畫內容是什麼 大家當然也是會拭目以待 所以大家會想像說 如果到時候連的方式 也是從中間這樣子連過去的話 就感覺好像也沒有必要差 差別在哪裡 所以感覺議員還是要好好把關一下 剛剛也有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個公車擁設的情況 恐怕也要跟著配套解決 他們有沒有想到一些配套的方法呢 基本上柯文哲他選戰的時候 他有提出說他不主張太長距離的公車 他覺得公車就是要短距離 然後司機的公時不要那麼長 不過後來不是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對 引發很多爭議 包括三零星的事件這樣子 那當然我覺得那是他的用 他當然有他的利益良善 他認為說他就是不想用司機公車那麼長 然後他認為說那不賺錢路線 就不應該保留 可是對於很多既有習慣的公車主而言 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目前的路網 而且有些路線可能有他的服務的意義在那邊 所以路線調整是他的 也是今天他自己說未來交通局的重點 可是要調整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樂觀 對 不過看起來 我們說中校西路這一條專用道 到底他蓋完之後有沒有帶來好處呢 因為現在的確有很多民眾 雖然大家罵來罵去就是看得很礙眼 但是事實上真的要拆好像也會有一些保留 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說就像如果你未來要蓋回去的話 除非你能夠保證你未來蓋的比現在好很多 否則我覺得就是浪費預算 對 因為到時候可能又是3000多萬或是甚至更多 雖然說3000多萬在整體預算中也是一筆小些 可是如果你換算什麼營養午餐那些救災金 也是一筆不少的錢 所以你真的是能夠 因為未來一定要說服我們說你未來的 這個新的未來的專用道設計會比較好 否則我覺得就是一個政治成為了實現它的支票而做出來的決定 在市議會的部分現在有一些什麼樣的聲音呢 當然是有人聽 有人不聽 對 有人當然 因為其實交通這種東西也是有點觀感不一樣 就比如說有人會覺得每個人開設習慣不太一樣 每個人教會習慣不一樣 所以每個議員他對這件事的看法也都不太一樣 可是就是大家當然對於說這種沒有去議會報告 然後就自己做個決策東西 一定會有些人覺得很感冒 就覺得說畢竟這個也是經過那個預算 也是我們審過預算的 怎麼是說你說猜就猜 而且重點來了 你說要猜就猜 你猜的工程的預算哪來 還不知道經過我們嗎 所以就是我覺得會很多人等著議會 他可能被許第一題就是這一題吧 對 因為大家會很關注說 其實柯文哲未來要怎麼跟議員的互動 所以如果我們說他今天開的這個第一炮 他的新冠上任的第一個政策 就是要做這個工程中道 還要落實他過去的政見的話 你個人評估他在議會能夠順利的過關嗎 我覺得他 我真的忍不住笑出來 因為我覺得他 他一直都說什麼 我們其實過去也有關心他這個問題 因為他其實他的發言風格 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其實是蠻霸氣的 那你當你這個霸氣的市長 你如何跟議員 會不會最後就是在議會質詢 他在對罵對象出來呢 那柯文哲未一直說自己會好好的溝通 把別人當朋友 別人會把你當朋友 對 伸手不打笑臉人是這樣 他沒有講這句話 意思是差不多的 對 可是我覺得他在一些政策上 他可能 起碼他可能也去說是做個打個招呼 或是溝通一下 我覺得這對未來 他對議會的關係 也不能說他的用意就是說 一定要讓別人聽他的話 可是起碼你的互動會是比較好的 對 互動的方式 我們等會可以再仔細再多聊一些 不過還要再問一個問題 是大家會很好奇 是柯文哲上任之後 當初他拿了這麼多票 他要競選上了台北市長 很多人都還有很高度的期待 希望可以有不一樣的氣象 那麼除了我們說的 他這兩天表態 包含我們說的12年國教的問題 另外還有就公衆那種問題 還有什麼是他的很重要的政策 可是未來我們可以預估 他有一些新的方式 會呈現你的改革呢 你覺得派出所是嗎 派出所嗎 沒有 我開玩笑的 他其實 其實柯文哲他任內 他其實並沒有什麼 這樣講可能不是很 有點不是很政治正確 可是 因為畢竟他超高冷氣 這樣好不好會觸怒柯神這樣子 可是他其實他選在的時間 他的政見就是以批評為主 他覺得很多東西是做得很爛 他要進化 譬如說一九覺得他覺得 一九可能使用量高 可是我覺得他哪些不好 所以我要把他進化 這樣子 或者說其實台北市來講 大家覺得重要的關係 就是十二年國交 跟居住正義的問題 就是你要怎麼做呢 居住正義他有提到一個 很強 很大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他要跟銀行借一千億 去蓋五萬戶的公益住宅 可是這個如果做到的話 當然是一個創局 可是他做到的話 也是大家要拭目以待 但是的確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還有另外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 他比較能夠快速的 真的去做的 應該就是行動的 你剛剛說的一九九九的 進階版對不對 那是會用什麼方式去改革呢 那個就是說 他把介面弄得比較友善一點 譬如說以前市長信箱 可能一九九在打電話 那市長信箱可能要進入一個 相對比較不 就是我們設計產品 好像很強調一個 實用者直覺 對 就那個目前的設計的確是比較沒有 比較不那麼友善 不那麼便明對不對 那他們後來推出了一個介面 真的是滿方便好用的 那個真的是還不錯 所以我們未來就可以不用再抱怨說 一九九都打不進去 這類的這種 就是可以上完先東西這樣 對 立刻可以把市民的需求 讓市長知道 對 好 更多的話題我們稍後回來 可以繼續聊 那麼柯文哲他其實就要上任了 那麼包含他的服裝也是焦點 不過他到底要穿什麼 這個訂做西裝也是幕僚都 拜託他了好久 他才決定要去訂做一套新的西裝 參加就職的典禮 稍後我們來關心